休旅車開到分隔島缺口 正要左轉眼見紅車及駛而來 側面一撞 從車道彈向檳榔灘 千鈞一髮 幸好有電線敢保護 差點就撞進店內 而休旅車又慢慢滑向民宅 關鍵時刻緩緩停下 聽到碰一聲巨大撞擊 住戶跟著跑出來看 兩台車就在路口 一台車頭撞爛 另一台駕駛座車門凹陷 折成V字形 一路就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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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誰都搭 執行車高速撞擊轉彎車 發生在彰化市 張信路與張南路口 休旅車的女駕駛 才剛從對面工廠騎樓開車出來 上路才短短15秒 就發生了意外 駕駛自小客車與張信路上 預左轉張南路時 與對象執行而來之 自小客時發生碰撞 導致車禍 46歲女駕駛跟她年齡相同的 男駕駛 綠燈入口一撞 雙雙送衣 左臉頰撕裂傷 左手擦傷 傷勢較為嚴重 不過幸好有保命電感 作為防護 屋內的人 這才驚險躲過一劫 賽地新聞許書維 彰化